第二年成立的 然后主要是在做那个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那个学英语的APP 叫英语的瑞说 然后我们现在主要是以成人英语的教育这个块为主 然后我打的是公司的公司说的是AI家教育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打分什么 会帮你去就是有一个比较及时的反馈 然后我们也在招各种职位吧 对 后端 前端 扣端 因为公司没有老板给我任务 所以就不用特别正式了 对 大家认识一下就好 儿童 应该是其他视频输入口 可以啊 当然是在金箱里面 在金箱里面 对啊 儿童 你们是切这个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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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在那个谷歌的那个广告部门 然后最近是当一支 然后做了一个示范链PF的一个展示 然后我们其实第四年的时候在大学那会儿 就做出了一个山寨币的矿石将其库 让大家有兴趣的发展 好准 OK 那 就是我们公司的使命就是说就是把用户的权利还给用户 那为了做到这一点就是说我们会去跟进一些最前沿的区块链的技术 所以我们目前在这种这样的公链平台上都有做一些PF 好 那 好 我们先说一下那个区块链 我们这边说的区块链特指的公链 那公链的平台发展的过程大家分为三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比特币 那 2018年和19年那个比特币 中本聪大部分比特币白皮书到现在 那比特币的价格已经是涨了很多 然后呢 那比特币只做一个方便的内容 那就是支付 直到2015年 2013年的时候有人发现觉得比特币的扩展能力很差 那 人们那个时候为了做一个去中心化的应用不得不都去山寨一个比特币 然后复免它的比特币还有代码 然后在里面加点东西就很不方便 就是就有一个俄罗斯裔然后加拿大籍的叫Vetaliton 然后我们称它为Vivation 它做了一个项目叫以太坊 那简单说以太坊就是它加了最大的一个特性就是可编程性 那我们称为台湾时代为Tokenization 像是去年比较火的ICU 包括经典型的一代 去年大家有听过什么加密猫 那我们又称为这个Token化的时代 那第三个时代就是现在的EOS 那有人认为EOS可以带来大规模的DF落地 那到底是这样吗 我们可以看一下 EOS全称叫 Enterprise Operating System 商业操作系统 然后呢它是它的最大相比它的前辈们最大的特性就是它的高速能 那目前它Vivation的TPS Transification per second 那两千到三千 那最近可能一到四千 那相比于比特币和以太坊 都是数量级上的提高 那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么快的TPS 主要是它创始人 Daniel Namara 然后它一直都致力于去做一些 做这种Transification很高的一些规划链 那2010年的时候 它在Bitcoin Talk上有一段和那个 那个中文聪的对话 那也是这个主题的 当时中文聪就抛出了一段名言 If you don't believe me or don't get it I don't have time to try to convince you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Wikipedia上有这段对话的口语 那这个是BM 它做的30项目分别是比特币 Stimate和EOS 前两个都相对是应用层级的区块类项目 第一个是做去中心化交易所 第二个是做类似一个知乎的问答平台 但是在上面的每一个回答每一个文章 都可以获得 只要别人给你点赞 你排名之中高的话 就可以直接的获得它的那个奖励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一些更通用化的 就是现在的EOS操级系统 那EOS制作也跑那么快 主要是因为它的底层架构 就是叫Maps 它最大的特性就是所有状态都存在内存里 这也是为什么EOS上大家都要买内存的一个原因 那这个是EOS它的底层架构 或者是说它的所有的智能合约 都是装在WebEye Samurai虚拟机上 那我们知道很多大公司 像是苹果和Google 它们也是用WebEye Samurai 去做一些内部的基建 那它另外一个它的效率 能做到那么好的原因 是它的重视算法 那它用的叫做Dpost Delegate Pro for State 那它就很像是我们 比如说英国意外 或者美国意外 它们选议员 那所有持有EOS Token的人 它们实时都可以去投票 然后选出21个超级节点 我们就称它为BP 叫Block Producer 就是初快节点 以及很多预备节点 那么有节点 它们就像POW 的框中一样 然后每天可以领到工资 大家去一些像是 一些网站上可以查到 它们每天能领到多少工资 那我们说一下 EOS上的一些稀缺资源 主要我们现在有这三类 那第一个是内存 内存 内存现在是用的BP算法 进行自由的买卖 那开发者如果想做Dapp 必须要先它的账 它的账号里 必须要先有足够的内存资源 用户想使用Dapp的话 如果开发这个程序 插着你的内存资源 你也需要存积一些 那第二个就是CPU和Bandway 那么这两个资源 目前的算法是抵押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时候你抵押了10个 那你就可以拿到全网 所有人抵押的数量 那你可以跟它占一定比 然后呢 在任何时刻 你都可以把你抵押的资源 再取回来 这样是不需要消耗 你的EOS的 最后也是短账号 短账号目前用的是拍卖的方法 那这个是我们上周 上六月份 在EOS主网还没上线的时候 我们是香港参加了一场 那个叫EOS Global Hexson 也是他们官方举办的第一场Hexson 我也是在那个Hexson上 第一次写一个这样的合约 那这是他们当时奖励的一些sword 他们门票只要适到 但是这些小礼物 他们在网上面卖的价格 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价格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我们主网 大概六月份上线 到现在八月份 已经有接近两个月的时间了 我们看在EOS上 有两些Dapp已经面试了 那可以给大家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那这是一个最近应该是 TOP2比较火的一个EOS的Dapp 他们是做了一个 EOS上的一个挂机游戏 我现在要打开 应用好像翻墙的原因 我们现在等一会儿 好 另外的就是这个EOS的那种 这是目前TOP1的应用 巨称 我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 这个也是我们 这个上周末 我和惠英一起做的一个 待会我们就会以这个例子 作为Demo 这是一个EOS上的老虎鸡的原理 那基本玩法就是你 你投奥奥 然后你可以充值进去买这个点数 然后你可以换点数去摇 然后 然后 基本上说到比特币是100倍 然后其他的会一次减少 然后空气币的话就只有0.1 然后再 OK 然后这个呢 是隔壁做的就更暴利 然后这也是以太上一个很火的东西 他们把它移植到那个 EOS上 现在目前 跑到最火的还是这个里面 然后 这还没再来出来 那除了之外 除了这种Crampling之外 还有我们称为 资金盘三节 那这三种都是 国内的开发者做的 那所谓资金盘 有些就是像那个 FOMO3D 如果大家尊敬 有了解的话 资金盘有些就是 FOMO3D的雏形 那当然也有一些 相对不是那么不 proper的三文 比如说这种 区中心化交易所 这也是最近在EOS上 已经可以使用的一家 区中心化交易所 那么他们直接在EOS合约里 就可以完成这种挂单和交易 对 OK 然后这个是最近他们在 特意特上的一些统计 就是那个DIF跑的情况 那么他们统计了 现在整个主网的活跃度 以及哪些DIF最火 是这样的 那这个是资金盘三节里面的第一个 就是叫IT 新运之门 这个游戏基本上 玩法就是说 很多人去买这个叫做Satoko的一个资产 然后去帮助推进一个叫工程进度的东西 然后当工程进度推满的时候 所有人都可以获得奖励 然后呢 他们之前版本的设计是说 每一千笔交易 然后这个东西 他的奖金池会有一个泄漏 然后呢 结果就有很多那个机器人账户 他们卡在一千的 那个十点去购买 然后把这个资金池泄漏完了 结果玩家就受到了很大损失了 他们最近他们最新版本已经把这个费车撤掉了 然后 那这是第二个 应该是一帮北京的学生做的 他们做的一个东西叫做捷银股份 他们basically也是一个资金盘 但是呢 他们宣称 他们会用这个资金去做一些EOS上的游戏 虽然他们目前还一个都没有做 也有很多人买了这个东西 好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大家不知道 比如说那个 EOS狼人杀游戏 那个就是在合约里留后门的一个短面教材的典型 那么他们第一天上线死于强展权限 第二天死于整形溢出 第三天死于后门套现 然后 使了那个EOS的reputation被做得很差 然后呢 那个超级节点就发动了他们的权力 把这个合约的那个权限冻结了 诶 大家这边觉得很奇怪 就是为什么我们在EOS上还可以做这种事情 那这是它的不一样的地方 好 那OK 我们来看一些 呃 这是那个叫啥 刚才我们的EOS的这个游戏 那现在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要在网页端去玩这样一个 这个区块链上的一个DAPP的话 你可能都需要装一个类似这样子的钱包插件 然后我这边就就拉满了 一个EOS 一个EOS 对 那你可以用这个插件它会基本上会eject你的网页 然后你就可以让它跟你的网页进行交互 如果它可以检测到当前登录的那个钱包 然后 你就可以进去 那 这个游戏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 一个不爱机游戏 然后 呃 一会儿你就人全部死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敲动一次rebus 这个方法 呃 基本上你要 对 像合约发一个请求 然后呢 先把它搬出来 对 然后 你的 你的那个什么 骑士 对 骑士就那个复活 复活场 他们会应该会给你带来一些 一些道具 装备 然后你还 就这类区块链游戏它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这些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卖钱的 就是大家以前说什么 那种刀刀暴击 然后装备全靠打 然后还在现金回收 对 这些事情在区块链游戏就成为了真实 比如说 你看我这边就可以去卖他们 然后我还可以挂单 他会告诉我最近一笔的价格是多少 然后我就挂单挂这个价格 然后 对 我觉得你只要写一个挂机脚本 然后定期的去靠它 你出去就可以占点 对 对 对 大家是这样吧 我先做操作吧 等下吃饭 然后呢 这个游戏的基本玩法就是你挂机 挂机以后获得装备 获得装备以后呢 你去合成一些 那个 叫啥 那个 这种这样的装备 就合成 然后变得更强 然后继续挂机 大家就是这样 诶 我怎么还没没buzz 可能我已经没buzz了 他前面没刷 他一定没用 好 那我们说一下 现在如果想学习这种 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的开发 基本上其实现在只有一个地方 那就是官方的文档 现在坊间 能用 能看的这个 你开放合约开发的资料 目前还是极少 然后 呃 这是他们官方的一个文档 然后呢 就你先 首先 呃 你得把那个 US的镜像 拖下来 或者是当他的圆满 然后去编译 然后他们的圆满 在GitHub上应该也是 呃 比较活跃的 有些亚加的项目 对 然后 呃 我这边采用的是 在稳定编译 就 可能会比较方便 然后 那个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他前面会告诉你很多 就是 他 他一栋有 很多任命运行工具 我给大家去打开 看 的话 我这边 那我这边很大一次 里面有好几个 我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就你下载编译好之后 呃 你会 他会带你到一个这样子的地方 然后 OK 那 我们看都有哪些啊 首先这个叫 Node EOS 的程序 是他用来 在本地 起一个 能开那个放大吗 就是那个 无障碍的那种 啊 屏幕放大 或者 代表代表 我 是 Windows有放大的 Mac 应该有 Mac 理论上应该会有那种类似的 你是买了Mac 辅助功能 那里面 对 对 对 这下面 可以 放大 放大 说放吧 这样就行吗 这个是Option Command 然后 你 OK 这里 A的那个 本地 BD好 或者是去他的Docker 镜像里面看 会有这些工具 但是Node的OS 是起一个 本地起一个节点 然后可以去跟他 远端的超级节点 进行交互 也可以自己本地起一个测试能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K-E-O-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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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它会起一个 和 管理你的钱包的工具 然后是这个 C-L-E-O-S 这个也是我们最常用到的 叫 应该就是 Command-Line EOS 它里面包含了 几乎所有 你需要用来跟他的命令行 包括跟你的钱包 跟账户 跟合约打交道的一些工具 再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 EOS-I-O-C-P-P 这个是用来 编译你的EOS合约的工具 它可能会调用这几个工具 然后会生成不同的东西 OK 那 我们一般先把这几个工具 拉一次出来 然后就可以用这几个工具 来做 合约的开发了 那 我们可以直接 跳过它前面 那个 关于它这个 这个 这个架构啊 我们直接看它的那个 智能合约这一块 这就是它官方所提供的一个最简单的叫 Hello World的一个智能合约 呃 然后呢 基本上这个合约它跟 呃 一个 普通的C架架程序 好像也关系 也 蛮像的 对 那如果大家做过 用C架架去和数据库交互 比如说 Fence Banner 或者是Math Circle 那你可以把区块链散像 成一个可持久化的一个数据库 然后 嗯 你再写智能合约 第一个 你是要跟用户的资产 比如说他们手里的这种 Token打交道 第二个就是说 你会生成一些可持久化的数据 然后写进这些数据库里 嗯 大概是这样 然后这两条命令 分别是编译它的web assembly 然后第二个是编译 嗯 ABI ABI是它的抽象Battle rate接口 那这个是我们前端其他地方要用到的 然后 嗯 然后 一开始上手的时候会比较麻烦 因为 EOS 它跟其他的所有的链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有着概念叫做账户 就是说 我们看一些EOS的第三方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是 一般的区块链 就是它你直接拿一个公钥或者私钥 你就可以拿到关于你的所有信息 但是 在EOS上 嗯 所有的交易都是打向这个账号的 啊 你光有公钥是没有办法在那个 呃 EOS上进行什么操作的 所以你第一步是说你要先拆的账户 对 那这个账户要怎么拆呢 啊 他们当时在主网应设的时候 会随机生成一个账户 那现在 然后在那之后呢 所有的账户 新的账户的生成都是通过老的账户 然后那个 呃 这边我 进行单赛 进行临次下注 你看这边还有人 直接往我的 交货里打钱 其实它是在冰箱的做 那 呃 呃 对 我们可以想一下吧 如果有一天真的就是那个 这种DF得到了大追谋的应用 和普及 那 其实很多这种 呃 所有用户和这种交互的信息 他们都会全部在区块链里 那你其实就天然的拥有了很多 公开的数据库 然后你可以做很多的数据挖掘的工作 呃 EOS主网当上线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工具的 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在冰箱里面去敲 但是现在已经有一些很好用的 那个 呃 前端的一些工具了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超级节点叫 My EOS 呃 EOS Asia 他们做了一个工具叫My EOS Kit 那基本上你用这个工具可以 结合你的插件钱包 你可以做所有 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转账 比如说帮别人 呃 创建账户 比如说 抵押资源 转卖RAM 投票 然后管理权限 然后包括短账号拍卖 呃 这种各样的 包括 你去生成一个Pomposer 呃 这些都可以 呢 对 为什么还有公投系统 这也是那个EOS 区块链跟 传统的区块链不一样的地方 就 DOS 他们胜去相信 呃 如果大家了解以太坊的话 可能会知道 以太坊历史上发生过很多 呃 这些版本出的艺术罢者 包括什么美图币的艺术罢者 包括什么美图币的艺术罢者 就导致这些币就直接瞬间归零 对吧 那 所以EOS上大家都 呃 他们认为 code is law 但是 not feasible for the mass 所以他们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 叫链上治理 就比如说 呃 当你觉得 呃 发生了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 那他们的 他们相当于有一个 三权分立的机构 就是那些触发节点 超级节点 他们还有一个身份是 呃 执法机关 然后他还有一个仲裁的机关 然后民众又可以起到监督的作用 然后 呃 使得目前 EOS的生态就非常繁荣 那繁荣一个表现就是说 其他家工链 区块链 可能说我做一个工具 比如说这样子的一个工具 呃 浏览器 可能等很久都没有人做 但是在EOS上 就是说 大家都 抢着做 那 可能一个钱包 快快快出来十几个EOS钱包 然后一个 区块链浏览器 快快快快又十几个 那 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实时的 一个 EOS上的一个投票的数据 然后支持他们这些超级节点 每天能领到的工资 啊 然后 大概这样 然后每一个超级节点呢 他们都有一官网 然后你们点进去 发现他们其实都 都蛮有趣的 然后呢 可能都对这个社区 有多有少 在不同的测诱 有一些贡献 然后他们才会被投到一个位置 比如说 啊 最近 一个 就是比如说 最近那个狼人杀事件呢 就导致 有一个节点 他去宣传那个东西 结果他就 呃 很多 呃 被那个有 BGM骗了的那个人 他们就把 呃 像社区申诉 然后把这个节点给 投下去了 那这也是一个 类似的例子 比如说还有如果你的节点 他出派出现的问题 丢包 对啊 那可能会有人 写一篇长篇大乐 然后跟你说 呃 你的节点在几十几分 丢怎么样丢包 然后才可能就会 号召那些投票者 把你投下去 对 那US是这样子 遗留生态 好 OK 我们再回到那边 呃 呃 我们这边介绍一下 我们那个 呃 制闪子的合约 就其实 呃 并不困难 好 我们 说一下制的合约 他其实最大的难点 就是说 你要在区块链上 去生成一个 学技术 但是呢 这件事情在区块链上 又是 不那么简单的 因为 大家知道在 在网站上 everything is determined 所以你是 不能有随机 这样的概念 那我们怎么样在 EOS上 生成随机数呢 呃 其实有好几种方法 呃 第一种呢 就是你去取一些 跟这个区块的 随机信息相关的信息 比如说 比如说 刚前的区块高度 但这样子的话 就有可能被 存在被攻击的风险 当然 你对随机性的安全性要求 不那么高的话 可以使用 那第二种方法的话 就是 他官方有一个 非常好的demo 叫这个 呃 DICE 对 那这游戏基本上是说 他做了 这是官方的教程 他说他做了一个 DICE的game 然后呢 底下有两个玩家 进行对抗 他们会随机丢一杯闪子 然后会有 50 50 每个人都相等的胜率 然后获胜 然后获胜的那个方 会拿到输的那个人的 他的赌注 那带这样的一个游戏 那他的做法就是说 他 分完两次验证 那就是说 每个用户 他会先 呃 下注一个EOS 并且他会上传 他们本地 会生成一个secret 然后并且 他们会用sha56 进行加密 然后把这个加密过的 后的一个哈西 然后发给我们的合约 这样子的话 你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凭证 然后呢 等大家都把这个凭证上传完之后 我们双方就都要去揭示 如果没有揭示的话 就直接判复 然后揭示之后 大家就是把两个secret 再传定合约 然后我们再去根据两个secret 合约 用他们去做哈西 然后生成随机术 这样就可以保证 没有用户可以作弊 那这是一种就是用对抗性的方法 生成随机术的方法 那我们的那个合约也是这么做的 呃 但这种这种方法 其实也不是最新的 其实早在那个以太阳里面 他的官方的教程 有一个叫做盲拍 对 也是用类似的方法去做的 所谓盲拍就是说 比如说我坐在一个屋子里面的人 我会想买到一个东西 那每个人都可以给一个报价 对吧 然后报价最高 或者是top2的那个人 或者这个 就他以top2的报价 或者这个商品 OK 那但是 呃 因为区块链面里面没有秘密 所有的信息都公开了 每个用户他在传经验的时候 怎么去隐藏他的报价呢 那也是用类似的思路 用 呃 Criptal 加密 然后呢 我们先把那个加密后的结果上传上来 然后最后再统一的去揭示 OK 那 呃 你可以把我们这个 呃 老虎机程序啊 我们想象成一个状态机 那他的状态就有两个 一个是 呃 我们游戏在全局初始化的时候 呃 我们会有一个 blog对象 blog对象里面 其实只有一个参数 就是这个哈西 他存的是我当前这个 呃 我们这个 老虎机 他的一个哈西马 然后呢 呃 玩家呢 他就会 先是 呃 进来买筹码 买完筹码以后 他会掉这个bat的 一个函数 然后他会 他他他他 他其实就没有必要分为两步了 因为他直接上台他的sit就可以了 OK 那他上台到sit之后 然后我们就把他这个新的状态 丢到这个office 这个表格里 然后我们记录 呃 他是谁 然后读了多少 他的种子是多少 然后呢 我们后台会起一个监听的程序 然后每个一段时间 每监听到这个呃 有人进来下注 我们就去掉这个叫review的方法 然后我们就会去上传我们的真实的sit 然后这边就会检测到 我们上传的sit 其实呃 是正确的 然后他就会去便利我的office列表 然后去揭开每个答案 然后并且结束之后 我还会生成一个新的哈欺 这样新的一个游戏有开始了 那呃 这个第二位是就是说 我去生成随机数 并且得到这个奖持的一个结果 那这边的代码就很简单 那这边我用的表就存了每一种不同的结果 还会生成的倍率 然后我前端每次就监听到这些倍率之后 我做一个动画 那就可以了 那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demo 那我说一下他里面会遇到的几个坑 对 那第一个坑就是说 呃 这个后缀叫payable 然后如果你加了payable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里面拿到messange.sender 那这是谁发出的 那messange.value 拿到你转了多少钱对吧 ok 但是在eos里面没有这样的方法 就你没有这样一个payable的修饰 那你要转钱的话 你直接在合约里面去泡用户 让他给你转钱 这是不可取的 因为你合约其实并没有用户的权限 当然你可以强制要求用户把这个转账的权限授权给你 那其实这蕴含了极大的那个隐患 嗯 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 没有人 这么做开发了 就是 因为大家想来用户都被撑了一波之后 早 最早期的时候 很多dif开发者他们都要求 用户把CL的权限交给合约 那我们现在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去看 他有个官方的叫做 EOSIO Token这样一个合约 嗯 这个合约是以 是EOS用来发他自己的EOS代币的 然后呢 这个合约你 对 如果大家 要弄懂EOS开发的话 这个合约可以说是 不得不仔细的去 来复典 那他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这个Transfer 对 那Transfer就是说 用户转账嘛 谁给谁转了多少钱 然后 嗯 在EOS的世界里面 所有的这个数字资产它都 它都叫assets assets就是它只定义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这个东西的小数位有多少 还有它的上限 还有就是它的符号 那EOS 它这种货币本身它也是一个assets 这个这点和以太也很不一样 以太上里面所有的Token 都是用合约去发出来的叫EIC20 Token 大家知道这个标准 嗯 像去年这么火的 因为大家都用这个标准去做ICO 对吧 但然后呢 但是以太它本身的货币 ETH 它并不是用合约发出来的 而是写在它的 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就使得比如说 大家如果去看那个Banker的合约 他们为了把ETH包起来 都不得不完全把ETH 转换成一个EIC20 Token OK 那 这个合约基本上它做的事情就是说 一加一减 然后把你的转掉 这个转过去 然后确定 每个人有多多多的钱 那其中最 最trick的一步就是这个require recept 它这里会做一步回值 那 这个回值呢 它会 反过来 它会作用到我们这边的合约 它最下面这里有一段 那个 用C 用C语言去进行转 类清了一段C语言代码 这段代码其实 我 我理解它是在 它是处理 处理那个 BOS合约的 那个消息分发的机制 有点像是我们 那个前端下巴里面做那个路由 对 那这段路由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边是12345 是我们暴露出去的几个方法 并且呢 我们transfer这个方法 跟其他方法会不同 因为transfer这个方法 其实是 呃我们检测 它必须是通过这个叫做 呃 主网的那个 Token Contract 这个 合约发出的transfer方法 然后这边会进行监听 然后呢 其他的则是这个 合约本身发出的方法 那如果我们检测到它是 主网的transfer 我们这边没有判断啊 那就是 只有在是主网做transfer方法的时候 它才会 进入到我们这边这个transfer方法 那也就是说 它在进来之前 它就已经可以保证 那个用户已经向我的合约 转了那么多账了 那它就可以这么处理 对 那这是 呃 EOS里面的一个消息分发机制 就每个合约 它最下面都会有这个东西 OK 然后 呃 这样 监听到用户的转账之后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进行操作了 那在我们这边的用户 也知道合约转账的话 其实就是充值去买筹嘛 所以我们这边就签 看这个 呃 玩家有没有来过 然后 如果没有来过的话 我们就签给它 呃 开支一个内存 然后呢 插完之后 我们就给它买 呃 这么多的那个 credits 然后它就可以去玩了 呃 然后说 呃 大家可能会一开始觉得 这个学法好像也没有进入 那 大家如果去看文档的话 就可以了解到 它的第一个参数是说 我插至谁的 那个 RAM消耗 因为刚才我们前面提到 那个 呃 呃 它的合约有可能插至我 合约开发者的内存 你有可能去插至用户的内存了 那这边这个单元叫scope 这个scope 我们设的是self 那就说明 用户来玩我们的游戏 都是插至我们的内存 那你也可以把这个self 换成是用户的account ok 呃 呃 呃 再说 呃 合约写好了之后呢 呃 基本上就要用那个 我们这边的 命令行的工具 把它给 呃 传到 部署在计划链上 那 那我这边是我的一些 那个 那个script 那基本上就是说 我签 解锁我的钱包 然后我 我创建一个账户 叫这个 你的合约的名字 然后呢 呃 我这边会签编译 这个合约 编译两次 两次完之后 我就会调这个 CL EOS 的select contract 那就 就把这个合约 和这个目录里面的两个文件 绑定在一起 它就会把这个文件传给 那个区块链 然后你的区块链 你们会生成一个方法 叫update upload API 和upload West 然后 你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去测试了 那我们第一条测试 就是给它打一个消息 呃 叫Action 然后就引力头 这个这个合约 对 那后面也是基本上也这样子 类似 可以打消息去做测试 那这边好了之后呢 我们下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需要写 一个DIF的完整开发流程 应该是说你要有合约 有后端 有前端 但后端不一定有 但前端 多半得有 是吧 那 呃 我们 前端我们用的是一个叫做 那 这是一个他们 官方提供的 一个叫做EOSJS的一个 labor 那这里面基本上就 有了所有你需要做的东西 啊 你需要用到的东西 它会告诉你怎么去跟这个合约进行交互 然后你可以用它去直接在浏览器里面跟远端的超级区块链进行交互 对 然后呢 呃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需要一个工具 就是这个EOSJS的钱包 这是一个网页上的那个 呃 叫那个啥 对 呃 插件钱包 呃 它会告诉你就是怎么在浏览器里面去监听我用户当前已经登录了的钱包 然后呢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选择 比如说这是一个国内的一个一家钱包公司 他们做的一个SDK 叫呃 他们叫TokenPortrait 对 也是一个呃 这样 然后刚才那个 对 刚才那个老火机的程序我们也是呃 呃 完全开源的 如果大家就想呃 呃 想改一改里面的代码的话 我们的三观资料都在都在这边 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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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前端代码都是由混音写的 然后这个我们的EOS 现在就帮大家拍一下 另外就是说我们为了方便大家开发嘛 我自己也做了一个呃 呃 一个镜像 我们叫他Destac 然后这个镜像 就是我们把一些EOS常见的一些工具 比如说你 本地企业的村子节点 然后你去部署智能合约 管理你的钱包账号 然后管理你上面发的什么样的代币 然后你还可以直接跟Gate上面导移项目进来 然后方便在本地进行测试 然后最后是我们这边招人的那个是啥 然后最后FIQ 给大家有什么问题 问一下有什么问题 就是刚才你说生成那个神奇术的时候 你这个神奇术是用不上传的吗 实际上是我游戏机在跟用户做对抗 然后游戏机会生成一个种子 然后玩家会生成一个种子 然后这两个种子拼起来 然后会生成一个随机术 那我的问题就是游戏机是怎么生成随机术的 你刚才说的那个不能生成的 你刚才说的那个是说的 我们用的是 那些值是怎么出来的 我们有一个念下的自动机 它会自动的像面上 就是自己弄一个种子 对对 我们用的是 应该是这个吧 就是要用的自动机 在我们的自己本 就是是有 另外一个刚才的 我们有一个念下的 对对 他自己生成一个 两边都是一生的 将近我还能往直走边 就是我刚才一块 就是一个呢 就是因为刚才说 念上不能生成 那我就 念下生成 我们是电下生成 然后我们会先把sit丢上去 然后让用户来 发出他的sit 然后我们再会公布我们的sit 我说给大家知道 会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说 第一 我们是可以公布钱 我们是很容易 去预测 这个 玩家常常的sit 其实我们就可以预测 他的结果了 对吧 因为我们有这个sit 我们有这个sit 那我们完全可以选择 就是不开奖 比如说 如果来的用户 他运气特别好 用了一个大的 对不对 然后把我们的钱掏偷了 对不对 会有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不开奖 那这种情况 如果 比较好的方法 我觉得是说 就你在合园里面写 如果我们不开奖 那我们就派我们付 直接给你就带了 对 这样我觉得是比较 但我们没什么钱 对不对 反正也 隔壁呢 这些收散法处理的就不更差 对 那第二点是说 还有一个隐患 就是说 我们这边其实 用户他可能开到一大奖之后 然后发现我们的奖池 并没有那么多钱 然后他空 空持有很多credits 却不能变现 对 因为我们可以完全 我们自己扔很多大奖 然后把奖池全部掏空 然后提现跑路 对吧 对 那你们自己玩的时候 因为你只有两个随机输了 对对对 我们自己玩 我们可以控制 那种 但是我们自己奖池拿东西有啥意思 对 对 我们只能够在自己的奖池里面 拿自己的钱 对 你看我们摇着一点都不心疼 对 对 这是多少 这是三十个US 对 好啊 我昨天晚上五百五百 在那边读 这样主要会给链上提醒 不需要GAS 对 US和其他 比如以太尔最大的区别就是说 没有GAS 他没有 他认为就是说 我们不应该向用户收钱 比如说 你今天可以想象吧 这样就去骰的游戏 对 对 我完全不收钱 准确的说是我们可以选择让用户付钱 还是让我们付钱 在一般情况下 因为你提供服务方一般都是要求自己付钱 对吧 你不能说开一家店 然后在那边卖 就你开一家餐馆 然后跟用户说让用户自带盘子 是吧 对 其实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吧 无论现在在以太上 我做 比如说这种类似智骰子的游戏 或者是做区中心化交易所 其实都有 但他们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其实用户体验很差 因为你隔三差我就说不定你的以太坊就堵了 比如说来着加密包 或者来着F coin 对吧 然后你就会导致你的用户点这些案子 你可能 每发一个请求你要花五个美金 然后呢 你还要等个个把小时 这个就体验很差 尤其是对于那些智骰子这种应用来说 你要的就是速度 如果你要玩家冷静下来 他说一定就不足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basically认为就是 BeApple的落地一定会是一个 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就是随着我们区块链它的stability 不断的提高用户体验不断的增强 那你在上面可以做的开发的应用 也会是越来越丰富 对 那我们已经看到已经有人做这种 呃 刚才那个brunki游戏嘛 肯定还蛮好玩的 对吧 对 那说不定就是说 呃 这种如果是在传统的以太上面 就肯定做不了的嘛 就是说我们现在 我基本的观点是认为 我们之前做了很多区块链游戏 其实除了那些赌博游戏 基本上很难在 很难生存 就基本上用户也少 然后传的又慢 用户体验非常差 所以在商业上是基本上不可能做到成功的 但是好像在EOS上面是有机会做到 像这种商业上成功的DF应用 对 大概是这 OK 然后还有其他问题 就写后面一定要用新加价 其实不是 因为它的目标语言是web 只要你能 只要你能 只要你能编一成web 就都可以 你是这些罗线web 所以你要给我们拿一个教证吗 是 如何用web 裏写EOS智能合约 预定一下 下一次的课题 就是EOS 就用CIS 还有很多语法堂 还有一些black magic 对 会弄一些很麻烦的东西 其实类似的情况 在以太里也有 以太里也不只是说有一个 solidity 它有好多语言 最近还新年有一个语言叫 为什么 VASPA 对 它是类似Person的语法 以前还有一个我们行住的大佬 他写过一个Ruby的实现的 一个解释 以太里方的实现 对 所以语言很多 像我们最近还接触另外一家 像星零 他们底层是用那个 v8 引擎 那个JavaScript实现的 所以你也可以写JavaScript 也可以写 Taps 都是可以的 对 现在是要到web3 每个冰箱 到时间 OK 那就先这样 那我们 对 所以这个东西呢 它目前 它前段时间其实成为了一门business 就是说 有很多人他们在网上做一些 第三方式 一定要给老的 一两百块钱是合理的 因为 他自己就拆一个账户 基本上你要消耗掉两个eos左右 然后所以两个eos你就要消耗10刀 然后对面再加上对面的人工费的话 其实收一两百块钱是很合理的 好 好 这个 原因成为这样子 就是说 它每个账户 它是有一个基础的 基础的一些信息的 比如说 你那个 因为 刚才说到了 就是eos本身 它也是个合约 所以eos的信息 其实它本身也是要存在你的内存里的 所以 那个内存也是要恰觉到你身上 所以一般情况下一个裸账户的话 会被压值差不多4kb不到的内存 然后4kb内存现在价格的话 1kb差不多是0.12eos 所以4kb的话就差不多需要0.5eos 然后你为了安全一点 就可能会存个一个eos 然后那个网络带宽 你需要0.2个eos 然后cpu的话 你为了自己能够用的爽一点的话 把一端就是塞个一个eos是5倍的 cpu如果塞的够会怎么样 会卡住吗 会卡住 你会过一段时间 你会用着用着 哎呀我的cpu不够了 赶紧来救我 我自己都不能给自己充钱了 哈哈哈哈 分明cpu会怎么样 啊 停住啊 不是你就不能够扣了 你不能发起线上的扣 连给自己充钱 就是你电上不能够扣任何东西 然后包括充钱也 对充钱也是个合约 别人能给它充吗 别人可以 就你只能叫别人来救你 你自己不行 要不就是你自己等三天 等三天之后 它就 它是这样 它是个三天的滚动窗口 会统计你的cpu使用量 cpu使用量 cpu使用量是个三天滚动窗口 然后这个滚动窗口 然后这个滚动窗口 不是刷一次 是滚动窗口 我叫slide 你如果三天之内用的量 就用的好秒数 纳秒数超过自己的 应该有的纳秒数 三天平均值 对吧 三天平均值 不是 就是你用了多少纳秒数 三天之内你用了多少纳秒数 总共堵了100万个eos 在cpu上 然后我堵了1万个 那么我就可以获得全网的1%的算力 对 差不多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导致一些问题 就是说内存是买的 cpu是堵的 然后cpu堵就有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也可能一直被用不喷 就是说 我们有可能堵的cpu不是特别多 我们比如说我们只堵了 我们当时是堵了140个eos的cpu 然后当全网就是说 堵的人变多的时候 你的cpu就会大幅度的被压缩 然后你就没有机会 跑你的合约了 就cpu给堵的占一个 不是 就我们三天之内 我们绝对会有一个 用掉的一部分 我们一般会用掉 比如说900个纳秒 哦 9万个纳秒 然后 一般情况下 就是说 9万个纳秒 不是那么一样 我安你很纳秒 9万的太抽象了 gå 9万个纳秒 90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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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堵到当时是12万微秒左右 然后当网络堵起来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只剩下差不多只有2万微秒 对 然后到2万微秒的时候 我们相当于我们已经超了4倍 所以说根本就跑不动 现在我们又往里面塞了大概几百个EOS进去 然后差不多能够稳定下来 问个问题就是这个你赌多少时间是比例按比例分配对吧 对按比例分配 假如说我赌了很多但我不好 别人能多放吗 呃不能 就是我能把整个画很多人都把整个画 我觉得这一点是他的设计的一个缺陷 我总觉得就是说我感觉他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如果就算就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有一个人忽然往这个网络上面赌了举个例子 一百亿个EOS 那么全网锁然后他什么合约都不跑 那么全网会直接停下来 空的 直接会停下来 因为全给他 但是他不用就多了 对他不用他就他就他就什么都不压在那 他就他就赌100亿个因为全网 他会赌在那里还是会被收中了 不是他他会他会赌在那里 他会压在那里 那个钱是抑郁 他意思是冻结 是个抑郁 对 他实际上是转给另外一个账户 但是但是那个就是说 那时就我们认为他这种抑郁行为 因为你可以赎回的 赎回就是说我一下钱也没了 对就你说我这些CPU不要了 你还给我 就是那种把我的钱还给我 我购完了 先桌子 对 那他就是是有消耗吗 没有消耗 CPU和理论上来讲 CPU和就是说 CPU和网络是你赌多少钱 就能够回来多少钱 内存不一样 内存价格是会波动的 所以说你就你相当于 你在一个自由市场上交易内存 就是内存跟CPU是分开的 对对对 7产钱 那个他里面总共有 有四种稀有资源 就是三种是他的就是固有资源 就是一种是一种是内存 CPU 然后还有还有网络带宽 但带宽一般的话都用不完的 大家都没有那么大的需求 然后那个就 那个就是直播应用 没有没有 然后这个就是说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 就是说是是人为的 把它变为稀缺的 就是那个 EOS的账户名 对啊账户 对账户名 他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普通用户 你只能申请一个固定长度为12位的账户 就只能够12位 多一个小一个都不行 CPU的vendor idea 然后那个那些比较短的那些账户的话 那个就是说是整个网络会拿来拍卖 然后拍卖之后用来发给那个VP工资之类的 应该是 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靠这个赚钱 就比如说 COM COM嘛 当时拍了15万个EOS 然后 EOS这个语名 就这个名字的话就是拍了5万左右 5万个EOS 5万个EOS其实也不是特别贵 对吧 才25万刀而已 哇 这话听不过你的声音 哈哈哈哈 EOS 它那个对人印象是有什么合法的 就 一个EOS5刀嘛 这是固定的吗 在国外 不是 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 国外的交易手刷 最高标刀过20刀 是吧 20刀这种感觉有点虚 感觉它5刀左右也就差不多了 它的那个就是说 嗯 EOS 它就是它的刮矿什么的 都跟普通的 就我们以前了解的区块链 非常的不一样 然后 嗯 个人觉得就是说 如果想要入场的话 EOS其实挺不错的选项 因为 EOS现在的情况是说 它的断力给了人们很大的想象空间 但是就现状来讲 还没有那么多DF 嗯 就是它可以支撑到 现在已经网络已经到3000个TPS 3000TPS了 就是跟以太坊那种10TPS 那是完全不可同日而喻的 相当于提高300倍 就是光是现有就已经提高300倍了 而且因为它是21个 21个中央节点集权的嘛 所以说它可以天然的支持 那个支持就是说是 呃 测链 哦 这个东西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你POW的时候 每台机器你都必须做事 对了 嗯 然后你到最后大家竞争一下 说谁做的事最多 然后就谁来做对吧 但是你一旦变成21个中央节点之后呢 你就可以让21个中央节点来做事 其他事情 其他人其实全部都闲着 大家能够理解这个吗 就是说你其他机器其实都闲着 根本就没有没有事做 对吧 然后那就有一个东西了 就是说你其他的东西可以组建一个 就刚才说了那个中央的21个节点 是一个中央议会嘛 你可以组建一个地方议会 然后你再决出你地方议会当中的一些决定 然后你觉得这个决定非常的重要的时候 你可以再回报给中央议会 然后你地方议会又可以以自己的POS来做 然后相当于它是个天然的测链 它是个天然支持测链的一个体系 所以那个就是说他的TPS是让人非常的浮想连篇的 就是说他自己的说法是说他认为自己能够达到千万级TPS 现在实际的没有 现在主网现在就主网现在上线才三个月 两个月嘛 两个月多一点点 就现在已经有三千TPS 已经是碾压以太坊 三千对 TPST的单位远远 Transaction 或者Second Transaction 对 那我现在如果想学的话 一定要开一个探某的 对对对对 没有测试网对吗 没有测试网 有测试网 那个测试网是 就是说现在EOS它的生态有一点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说以前的以太坊对吧 它只有以太坊基金会 它会去帮以太坊做事 但是呢 现在的就是说现在的BP是怎么产生的呢 是说你的影响力有多大 然后别人愿意投票给你 你变成BP对吧 所以大家都会争着抢着去做影响力 然后争着抢着去做影响力的情况 就是说大家都试图去给他完善他的东西嘛 然后刚才说到测试网的话 现在我们在用的一个测试网是 EOS Asia 它是现在那个EOS上的一个BP 然后它做出来的一个测试网 叫麒麟测试网 大家可以去用一下 对呀 官方是没有测试网的 官方没有测试网的 最初那个Block 1就是个 就是个拆手掌柜 我感觉他根本就不想干事 他自己那个就是压了一个EOS 然后就然后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那如果搞账号的去哪里找 什么意思啊 搞账号你就直接叫别人帮你注册一个 或者说有很多钱包他会提供带注册服务 然后你就给他一笔钱就可以了 他们会支持微信也可以支持出货 那是不是所有的账号其实有素装的一个是吧 因为谁注册谁你知道有那个钱包关系的吗 你可以这么说 最少账号的人是从一个账号里面出来的对吧 嗯 那说这个叫什么 你可以这么说 你可以去挖他的关系 但是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很难说 我就说 官党要接通 你帮别人 哈哈哈哈 就你帮别人注册账号 其实实质上是说 你帮别人扩了一个合约 然后你帮就你帮别人转了你钱 然后破了个合约 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吧 不错 然后我觉得你如果一定要去就那个挖他的数据的话 应该能够挖出一些东西 但是我个人不觉得说那个信息有多么重要 就是说很多信息 还有还有一个事情啊 还有一个事情也是很神奇的 那个就是说EOS EOS因为它的TPS特别高 所以它不是全消息上面的 对 就跟以太坊不太一样 以太坊是说是 呃 每一次运行对吧 它会把内存当中的数据 然后打包成block 然后丢上去嘛 但那个 EOS并不是这样子的 它只会打包一个头 因为不然的话 它根本就没法做 太快了 对对对 它是64GB的内存 然后在那边一直跑着 那么分议会本身也是不可能成立的 这不像 est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